澳洲与美国生物科技团队表示 计划抽取相似有代动物的干细胞 并利用基因编辑的技术重组 游望这十年后富裕带狼 大家好我是Jester 由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 长期与外界隔绝 由于地理环境特殊 因而演化出了与众不同的动植物群落 其中包括我们的熟能详的代鼠 代熊或鸭嘴兽等 在这片大陆上 曾经生存着一种肚子下面 长着育儿带的食肉动物 其外形与狼很像 因此被称作为代狼 虽然澳洲在历史上 有过多种大型的食肉动物 但是却也没有亚洲或非洲等地区 人那么复杂和强大 所以代狼自然而然 就成为最耀眼的一只 在某些地区 也因为其身上斑纹四虎 将它称之为塔斯玛尼亚虎 但历史曾经强势存在的它们 却在1936年宣告灭绝 今天来谈谈代狼的故事 人类来到澳洲的时间其实并不长 在此之前 人类活动区域以非洲 欧洲和亚洲为主 直到五万年前才来到了澳洲 澳洲是块特别的大陆 孕育出了独特的有代类哺乳动物 最为人知的就是代鼠和无尾熊 除了这些有代动物外 在历史上还有种食肉动物 也是有代类哺乳动物 它的名字就叫做代狼 在人类还没有踏上这块土地前 代狼才是澳洲大陆的主人 是正在食物链顶端的存在 如果从名字上来看 的确有不少人会将代狼 误认为是狼类的一种 跟今天的灰狼等同数一颗 但这样想其实就错了 其实两者并没有什么关系 从动物分类上来看 代狼跟代熊代数等更为接近 但又因为外形与狼等动物太像了 所以最终将代狼归属为单独一目 且仅有一颗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可以知道 代狼其实并不是一种大型的食肉动物 成年个体身长含尾巴约180公分长 肩高约60公分 体重20-30公斤 雄性代狼平均比磁性大 基本上外形来看 代狼就像一只大而短毛 且有长尾巴的狗 它有中黄色皮毛 肚子是奶油色的 最容易辨认的特征 是在背部、臀部有独特的深色条纹 有13-19条黑褐色的条纹 就像老虎般的条纹 因此又被称为塔斯玛尼亚虎 从外表形态上来看 代狼整体比较瘦长 骨骼纤细 因此肌肉爆发力应该不强 所以它们的捕猎方式应该是伏击型 一般先利用周围的遮蔽舞将自己隐藏起来 等到猎物在自己伏击范围之内才会扑出去 代狼的主要捕猎手段是跳到猎物的背上 由于它的嘴巴张开的幅度非常大 可以达到120度 所以使得代狼能够撕咬的面积很大 即使面对大型动物 也能确保一口能咬住致命的部位 像是脖子 虽然是肉食动物 但代狼顾名思义是有袋生物 此代狼有一个育儿袋 幼代狼出生时体型非常小 它们走进母代狼的育儿袋里吃奶 直到发育完全体魄强中后 才会离开育儿袋 新生的幼兽会留在母代狼的育儿袋里 三个月左右 之后才外出跟随母代狼一起猎食 代狼曾广泛分布于澳洲和星级内亚 只要栖息于林间的开阔地带或草原上 代狼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它们早在距今23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那个时候人类的祖先都还没有踪跡呢 而我们熟知的现代代狼出现于距今400万年前 但当时澳洲大陆上还生活着代狮等比他强大的猛兽 所以体型相对弱势的代狼尚未出头天 而代狼会走向新盛 而后又走向灭绝 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人类 可说是沉野人类 败野人类 时间要从五万年前说起 距今五万年前 人类踏上了澳洲这片陌生的土地 当时的人类掌握了最强武器 那就是火 死前人类使用着火改造着大地 刀根活种的方式 使得大量的森林被烧毁 戴狮是当时最强的捕食者 由于栖息地迅速减少 导致猎物也减少 因为受人类影响 包括戴狮 双死门兽 古巨蜥在内的大多数大型肉食动物 都相继走向了灭绝 由于主要的竞争对手消失了 在角落潜伏四季而动的戴狼 终于等到了空前的绝佳机会 他们的种群数量快速上升 多亏人类将死对头逼上绝路 戴狼迅速的登上顶端 代替了戴狮的生态地位 成为分布最多的食欧动物 北到新吉内亚 南至塔斯玛尼亚岛 包括整个澳洲大陆在内 都是戴狼的家园 戴狼迎来了自己短暂的黄金时期 但好景不长 距今五千年前 人类将自古以来忠实的伙伴狗 带到了澳洲 戴狼的末日才到来 狗这种动物很早就被人类巡抚了 成为了捕猎的好帮手 五千年前第一批狗来到了澳洲 起初由于数量还很少 而且也都生活在人类的圈养中 所以狗暂时不会对戴狼产生任何威胁 但后来随着狗的数量越来越多 一些开始脱离人类的控制 回归自然成为了澳洲野犬 在野外也跟戴狼因为生存而互相竞争 再加上野犬天生血液中 存在的人类圈养时期的基因 知道人类会饲养家禽 所以它们经常在夜里偷袭家禽 由于狗在人类的印象中 是友好忠诚的形象 等到隔天人类发现家禽的数量减少后 自然就把凶手归到了戴狼身上 人类就对戴狼展开了猎捕 于是戴狼就面对了双重打击 在大自然尽管与澳洲野狗的外形相近 但澳洲野狗具有成群和繁殖力强的优势 它们在竞争中打败了原住民戴狼 在之后的短短三千年里 澳洲野狗就将戴狼赶尽杀绝 再加上人类一系列的经济扩展活动 像是开垦胜利造成的栖息地减少 以及保护家禽展开的追杀 种种原因都对戴狼的生存 造成了莫大威胁 到了17世纪时 原本广泛分布在澳洲大陆的戴狼 基本上可说是销声匿迹了 只剩于海相隔的塔斯玛尼亚岛上 还有戴狼 但19世纪时 人类登岛了 于是悲剧再次重演 1642年荷兰航海家阿贝尔塔斯曼 发现了塔斯玛尼亚岛 戴狼在澳洲内陆的命运 将再次在这座岛上重演 其实在刚开始的那段时间里面 人类与戴狼还是一直相安无事的 因为这里是英国流放囚犯的地方 人们对开垦荒地 自然资源的需求还不是很高 可随着后来人们逐渐定居下来 经济日益发展以后 人口数量越来越多 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就加大 人类与戴狼的冲突也渐渐加剧 1803年以前 这座岛上的人口还不足一万 而1824年前后 人口数量就超过1.3万人 人口还生出了快速膨胀 人们也大量开垦荒地 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就不断缩减 澳洲人对付野兔用篱笆 对付野狗戴狼也用篱笆 人们用篱笆围墙 把戴狼的栖息地分割成 零零碎碎的斑块状 这也让戴狼在野外更难寻找食物 进而转头攻击人类饲养的家禽 于是相同的戏码上演 人类开始大量的捕杀戴狼 从1830年开始 就有民间公司公开悬赏捕杀戴狼 而到了1888年 甚至官方都加入了悬赏捕杀戴狼的行列中 短短20年左右的时间 就有超过2000只的戴狼被杀死 到了20世纪初 人类即使在塔斯玛尼亚岛 一些人机罕见的区域 也难以发现戴狼的踪击了 1930年 一位农民在自家的院子里 射杀了一只瘦成皮包骨的戴狼 后来被证实 这是世界上最后一只野生戴狼 当时这只鸡肠碌碌的戴狼 之所以会来到人类的院子里 可能是想找点吃的 但是人类无情的射杀了它 1936年9月7日 全世界最后一只被圈养的戴狼 班杰明 因为饰养人的疏忽而不幸过世 自此戴狼正式宣告 从地球的舞台上消失 纵观戴狼整个兴衰时 人类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它的兴盛对于人类的活动息息相关 当然人类带来的家犬也占了很大的部分 当时人们之所以大势捕杀戴狼 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因素之外 还有动物园博物馆对他们的需求 其实在当时作为一种令人十分好奇的动物 一直以来人类都没有放弃过寻找他们 在1936年班杰明过世的50年后 戴狼于1986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正式评估为灭绝物种 但自从班杰明过世后 澳洲直至今日都有不断传出疑似目击到戴狼的情报 至少超过上千起 根据分析指出戴狼的真实灭绝时间 或许要比普遍认为的1936年晚得多 很可能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或21世纪初 卫星资料显示完整的森林景观仍然占据着塔斯玛尼亚岛西部的大部分地区 这周岛上有非常大的未开发天然地带 全周的40%被正式列为国家公园或是自然保护区 研究指出那里很可能生活着戴狼最后的残存个体 许多人也期待戴狼依旧存活在某个角落 其实澳洲一直以来都有拍到所谓戴狼的画面 只是大多数经过确认后都是戴有斑纹的野犬 但戴狼的确被认为是被宣告以灭绝生物中最有可能还现存下来的生物 去年2022年澳洲与美国生物科技团队表示 计划抽取相似有带动物的干细胞 并利用基因编辑的技术重组 游望在10年后富裕戴狼 虽然有保守派的科学家认为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并表示宣传富裕计划的公司只是想要借由噱头 来提高自己的生育与骨架 虽然生物灭绝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但是目前人类活动造成的灭绝率已达到自然灭绝的100到1000倍 所以每当介绍因人类灭绝的生物时 其实我心中是真的蛮难过的 现在每一年都还有非常多的物种 因为人类的活动而灭绝 如果再不重视自然与人类间的关系 去加速修复地球生代的平衡 那么会有许多物种未来我们的子孙 将会只能透过资料记录去了解 而没有机会能实际看到了 我是Jester 我们下次见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